公厂内发现了一条蛇 员工吓到尖叫直跳脚 工业区理事长接到电话 拿着捕蛇器前来帮忙 理事长手用力一拉 捕到这一条长约40公分的小眼镜蛇 员工吓到全部闪开 眼镜蛇躲在棋楼物品堆中 怎么会被发现 原来常常跑到工厂来找东西吃的野猫阿咪 最先发现 他摇摇尾巴悄悄靠近 伸出了猫爪试探放地身体 朝猫看了好久背部毛竖起 猫咪触碰了一下往后退 全身神经绷紧紧 一度惊吓大炸猫 早上不会在这里 但是他今天早上就是待在这边 然后一直在攻击 不知道在看什么 然后有在炸猫 所以我们出来看 就看到有一只蛇被他赶进去 这个他的窝里面 员工说眼镜蛇躲在阿咪平常睡的小窝 看到阿咪跟蛇对峙大炸猫 发现情况不对劲打电话通报 幸好工业区理事长及时赶到 我上来了啦 因为旁边有一条迦南大郡 那天是蛇类的出来的时候 有可能的 我赶快为他吃肉泥跟罐罐 就是感谢他这样 夏天蛇出摸命时 周四上午眼镜蛇 溜进台南河顺工业区 野猫阿咪机灵察觉 以防卫自带大炸猫 让眼镜蛇没有钻进工厂 员工买来肉泥感谢 也让阿咪能够饱餐一顿 3C网站稍微红树珠 台南报导